大家好 歡迎回到Investment Channel 今天就馬上跟大家拍一條最新的影片 講一下現在Bitcoin跌了超過22% 很多很多粉絲都有問是否牛市已經完結牛市內臨 牛市完結紅市內臨呢 所以今天就因為太多訊息 所以還未回到大家 所以就直接拍一條影片 就希望跟大家講一下我的想法 首先我重申 我覺得現在牛市仍然存在 大家不需要擔心 反而現在42,000元 之前跌到現在47,000元 反而是一個大特價的時段 真是大特價的時段 講一下背景 就是單日 今天單日一起來 就跌了22% 已經Bitcoin跌到42,000 現在47,000元左右 超過2.5B的Future Seller倉位 就被別人liquity爆了倉 這是一個非常之大 非常之驚訝的數量 但我講一下為什麼 我覺得大家不需要擔心 因為這個在整個牛市內 都是一個會有調整的階段 但我可以很坦白地跟你講 這個跌到42,000元的價錢 我相信很多很多 一些我們行業的人 或者很多投資者 都沒有想過會跌得那麼多 我自己本身都預期會跌到52,000元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鐵位 是一個低位 想不到現在跌到42,000元 但是單日跌了22% 甚至乎 如果你看回整個線 由最高位是68,000元 由最高位是68,000元 開始計算到42,000元 跌到42,000元 跌到差不多39% 39%來說 在整個牛市來說 其實是真的多 真的多 但是你看回 其實在上一波的牛市裡面 上一波牛市裡面 都會經常出現的 超過20% 30% 甚至39% 40%的跌幅 都會很普遍地出現 所以大家這個 是不需要擔心 不是跌了39% 就是人生玩完 不是就是牛市完結 大家要有這樣的 就是打個強心針給大家 好嗎 第二件事就是 所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跟大家說 很多人都說 是不是真的整個牛市完結 其實我們看回過往 因為我覺得 看比特幣市場 我們看整個加密貨幣市場的週期 其實看過往四年的模式 是一個最好的 一個預測 或者最好的參考對象 雖然大家都知道 最近就是有病毒 Omicron 還有 又始終有美國收稅 這個也是 收稅的話 都對整個股票市場跌了很多 都會影響到加密貨幣市場 但是我覺得 仍然要看回四年週期 因為蜘蛛和大的 蜘蛛和其他股票市場 最不同的就是 蜘蛛有四年週期 大家要去參考 今天看回 其實每一個牛市 過往三個牛市 其實每一次完結的時候 它們都有 兩至三個很大的 一支 我們叫做 很大的羊竹 向上 是一個很大的綠色羊竹 向上 是每個月 每個月 每個月 真的從熊市來之前 兩至三個月 你看 2011年就是一個好例子 就是三支很大的羊竹 向上 2013年 都是兩支很大的羊竹 向上 before 真是熊市來臨之前 2017年也是三支很大的綠色羊竹 向上 好 現在看回 2021年 這是到十月尾 十月尾圖 十月尾圖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 十月尾現在應該是 紅色的向下 但你看到其實 如果你說現在就是一個 真的現在就是一個 牛市的結束 紅色的來臨的話 我覺得不合理 因為我們一般都是這樣去想 就是一定是 牛市的圓結一定是有一個 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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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間兩三個月 很大的 抽星 然後才會有 然後才會完結 但是現在你看到 2021年的話 就看不到 一個 兩三個月的 綠色的 羊竹向上 所以 這句仍然會令我驚訊 就是繼續 還未這麼快 是牛市圓結 紅市都是未來臨 這也是我繼續去 堅訊的一件事情 比較完四年周期 看過往幾次的牛市周期 我都拿回比特幣和黃金做對比 比特幣和黃金做對比 看回1970年的比特幣 其實大家都很常常都會說 現在 特別是ETF上了之後 大家都會拿回一些黃金和比特幣做對比 因為始終比特幣 我們上了之後 就跌回來了 即是我們全時的高度 就跌回來了 有些像我們在1970年的時候 黃金也是一模一樣的 黃金也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RETF完之後 就會抽升 就會抽升 所以我仍然堅信到 我們年底 或者可能會退遲一些 我們的時間線 Q1 Q1 10萬元的目標 我都覺得仍然存在 仍然存在 純粹只不過是時間線上 會延遲了一點 這個是 都是我繼續相信的事情 然後再往下 就是 看回一些大的機構 或者大的國家在做什麼 就是 當大家都很panic的時候 當大家都覺得 是時候要買貨 是時候是不是世界玩完的時候 繼續繼續 有這個 薩利亞多出手 薩利亞多繼續 買了150粒的比特幣 在4萬8千元的時候 Average 買了這個 150粒的比特幣 你經常都說 150粒的比特幣 是不是不是很多 的確不是很多 坦白說 但是這個是一個姿態 是一個 就是一個國家 對於整個加密貨幣市場的 一個信念 一個信仰 還有他對這個moment 他在這個 大家這麼panic 跌到4萬2的時候 他仍然相信 還有 他覺得接下來的發展 是一個 繼續是一個 Bull trend的發展 這個我自己也覺得 是同意的 所以 基於大家 可能很快跟大家說 我就是 想跟大家說 大家不要這麼擔心 現在是一個 我經常覺得是一個回調 是一個大德價時段 如果未入貨的朋友 其實現在 4萬2至4萬7千元 都是一個 大德價時段 都可以去考慮入貨 但是如果 你現在有貨 的話 我覺得現在也是屬於一個hold 先 因為我也是一個 不是超級短期的 一個trader 我是一個中長期 所以中長期的話 我覺得現在也是一個 繼續考驗自己的信念 考驗你的耐性 以及考驗你自己 對整個監獄貨幣市場的信仰等等 所以現在我覺得大家可以保持 這個周末度過這個最艱難的時間 你看這個新手的樣子 凹凹了嘴 哈囉 等一下 你還會有評價 我還會靠你 不得了 沒有評價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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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loose line! It's a cheap box! Fuck you, Marlboro! They're stopping! What the fuck? Look! Holy fuck, bro! Fuck you, 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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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folks are born Made to waste a plan The red white blue Fuck you, Marlboro! Fuck you, Marlboro! Fuck you, Marlboro! 最後一條到這裡 希望大家週末繼續努力 繼續堅信 繼續支持加倍貨幣 我們下集再見 有什麼問題問我 拜拜